大家辛苦了 大家辛苦 不斷和搜救人员跟媒體们点头致意 交通部长林佳龙 从泰鲁阁号出轨意外至今 几乎每天都到灾难现场了解最新情况 现在已经拖出五节的车厢 第六节的车厢 也在检察官指挥之下 稍后会进行勘验 为了负起这次事故的责任 林佳龙在事发第一时间就表明 该负的责任一定归负 更在监牢62小时后 昨天深夜在脸书 请指证实已跟总统跟行政院长 口头请指交通部长职位 我第一时间就讲 我会负起最后跟完全的责任 我已经请指 负责任除了负 政治的责任 也不能够善后的责任 不过系属林佳龙从泰鲁阁号出轨事发后两天半的行程 他总是马不停蹄到处奔波 在现场医院和殡仪馆这三处地方打转 在四方当天下午 他就和内政部长徐国勇直奔救难现场前进第一线 映入他们眼帘的事 变形的车厢 爱好的民众 以及拼尽全力救人的救难人员 现场有如人间电狱 有有呼吸 有有有 有你的有呼吸 在这个不幸的事故发生之后 那我们就成立了前进指挥所 那也设立了一级的灾害应变重心 没有晚上 你快点跟我们回家咯 太鲁阁号的罹难者家属悲痛的到现场招魂 找回他们来不及回家的家人 这次的事故共造成50人死亡 超过百人轻重伤 可说是台铁近70年来 最严重的意外事故 为了安抚罹难者家属的心情 以及慰问伤者的伤势 林家隆在事发后 第二天和第三天 连续两天陪同总统蔡英文 及副总统莱秦德 到医院跟殡仪馆探视伤亡者 结束罹难者家属跟伤者的探视 林家隆一刻不得闲 在晚间立马又前往事故现场 听取罪行搜救进度 现在开始就在进行 对污车玻璃的工合的一个进度 那他们就是预期在一天早上 根据林家隆的母聊透露 林家隆这几天的行程除了睡觉之外 剩下的时间都是在事故现场 医院和病医管渡过 因此他内心的自责 寒悔就可想而知 就如同他回应媒体的一样 我该负的责任绝不回避 个人的职位不重要 重要的是把这一次的灾害 事故的伤害能够降到最低 谢谢大家 这就还不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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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